清晨是一天之中最难忘的时刻 请聆听物种间发出各自的乐音 不停地宣扬世界的无穷活力和生生不息 一早开工前 鸟嘴潭工程编制生态人员开始巡视工区 确保工区会影响周边生态活动 当有发现紧急状况时 就会立即通报施工单位 除了建立起及时的通报系统 每月定期召开会议也是我们的日常 检讨当月的生态保育措施 并邀请生态专家学者定期召开生态保育小组 鸟认识身边环境的第一步 就是监测调查 在水域动物调查上 与各单位协调交流 而鹿域上的监测 以石虎监测来说 在施工区域的周围 设置红外线相机 根据监测结果 设立动物通道减少七地的破碎化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动物利用通道通行 另外在工区周边选择合适点位 种植鼠类爱吃的地瓜及花生 吸引鼠类前来 增加石虎的食物来源 虽然目前有在密室区域 拍到石虎密室的画面 为成效仍正在进一步评估中 在工区内 流浪动物的防治 也是重要的一环 为保护野生动物 降低流浪动物的数量 今年更与动宝团体合作 有架设为网 即用红外线相机 记录针对目标母狗 好抓的狗我们都是 会用遥控器到附近等 然后比较难抓狗 因为它24小时都可能会来的话 我们就是集齐放24小时 然后有看到的时候就远端关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现场 主要目标是母狗 未扎的母狗 每一只我们都会有名字 就是它的特征 来做个体辨识 凭借爱护动物的心 与南投县家畜房制作 动保团体执行下乡绝育活动 降低周遭流浪动物的数量 我们如果真的要养一只狗 那我们就要对它负起责任 包括它的动物福利 它的健康 它的饮食 但是也同时要对这个社会负取责任 就是不让它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这就是一个世主责任的基本 社会主要最主要的三个工作 就是有追逐绝育 教育跟政策 然后绝育就是像我说的 我们大部分会去办这种免费结招 下山这种免费结招活动 或是跟动物院做合作 然后针对流浪犬毛之类的 或是有其他特别的绝育的专案 我们透过办结招活动同时打狂犬病的话 可以让这些动物至少这一到两年 是有狂犬病能抗停的 它如果真的不信得有狂犬病 至少不会那么快的扩散出去 这样子 关于生态保育观念的推动 一方面对工程师工人员宣导各项保育政策 提升团队对生态的了解 另一方面对周边邻里 学校办理生态保育观念各项讲座活动 其中拜访周遭社区 推广林务局的石虎生态服务给付方案 包括鼓励周遭社区组成石虎寻守队 通报及协助拆除违法列举网区 并由巡守队与林务局一起讨论架设位置 我们就是孙泰保育 要来整个相机 我建议我们理事长 下边如果我们这些习惯就直接成长 到园的案外我们都很了解 一三一九九九号 我们的巡守队我们一家月 我都有七八十个月来这次算 这个巡守队的成立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我们平岭的确是有先天独后的条件 在这个周围 因为中水局的姻缘 这些大家帮我们努力 让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周围的环境 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容易 也很感谢 我们湖区工程目前是每天会有生态专场人员来进行一个工区的一个生态检合的一个巡检作业 其实就藉由这些生态专场人员的一个专业知识来发掘我们工区周围的像施工便道或是周围的一个水域的环境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动物的一个活动情形 如果有发现这些动物的活动情形的话 他们会予以记录跟通报 另外像是验筒的部分 因为验筒其实它在我们的一个沙石站置区的一个顶部去主巢 发现验筒的繁殖之后 我们其实就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区域设立警示带 然后将它的一个主要出口就用护栏去做一个阻隔 不要让施工车辆以及非生态的一个人员进出这个区域 以达到说让这个验筒可以在这个区域翻之湾层 当它的一个雏鸟长成成鸟之后 飞离这个区域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这个区域的一个开放 恢复它的一个施工作业这样子 希望说借我们这个工程计划 首先让大家了解到就是我们对于水资源开发工程 其实也可以对生态保育这一方面 其实可以有相关的一个具体作为 而不是只是融为一个空谈的一个 一个可能讨论的一个空间 落日映照光辉灿烂 在蛙类鸣叫声中迎来了黑夜 有些动物仍在奏乐 催饮别的动物入眠 然而彻底的宁静是绝对不可能的 最野蛮的动物还没入眠 他们还在寻找猎物 他们是大自然夜间的庚夫 也是连接生气勃勃白昼的纽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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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